祝大家身體健康 最近大家要提高警覺 多謝醫護人員的付出 以及記住,比賽未完 作為球員是不能放棄的 記住,今晚8時 如何講英超 直播節目,何輝大哥、小弟何榮 就是11時 這個是禮拜日晚 有專屬直播,北倫敦打給預測 留意 講這場,北耳包對王馬 宏觀蔡右平 我不知道大家對上半場有沒有同樣的感覺 好像兩隊 都還沒睡醒 球迷可能都會睡 特別有些球員是會正常一點的 但其他隊友還沒睡醒 搞到有些球員開Turbo 其他隊友就跟不住 例如北耳包的前鋒威廉 是很快的,但其他球員 就好像不能跟得到禁區 王馬那邊的中場 比較立落 上半場比我感覺 就好像不肚不快 那些不舒暢的感覺 輸發不到感受 相信真的跟一場球 開組場有關係 接著就關於戰術的環節 黃馬的進攻點 有賓斯馬 阿辛斯奧 魯迪高 大家第一時間的感覺 會不會是想著魯迪高打左邊 阿辛斯奧右邊 半主角內切入 賓斯馬中間 這個當然也是我最希望見到的結構 但是 最終來說是阿辛斯奧左邊 魯迪高右邊 相信因為斯丹通常都喜歡用魯迪高打右邊的緣故 所以輪到這個組合的輪換 就要交左邊給阿辛斯奧踢 但是這樣做 是會有另一個問題出現 就是阿辛斯奧入了中間的話 左邊就沒有正式的進攻點 而這個華為迪 即使在打正選 華為迪很少去左邊裝進攻點 搞到馬歇路要孤軍作戰 而今時今日的馬歇路 是不是可以整天都整條線打完呢 而且就算阿辛斯奧不入中間也好 他拉過左邊也好 但是始終都會構成一個 左腳打左邊 右腳打右邊的433 如果這個結構裡 有個主角在禁區頂 可以幫他們做正腳六頁插入全中 當然是很好 這個4231 當然可以繼續左腳打左邊 右腳打右邊 但是問題就是今天王馬中場 沒有正式的主角 伊斯高就不是打正選 所以左腳打左邊 右腳打右邊 就變成了 就是得明賣明賣或者交球 給這個underlap插入的隊友 那就沒有辦法進入 更加貼近底線的禁區位置 即是沒有主角去交球 所以沒有主角交球 面對密集角最好就逆足 就是等一個人可以逆足 做半主角內切 去幫另一邊的六頁插入 所以王馬這個上半場 這樣進攻 這樣擺法 變化就不算多 這個阿薩斯奧 就是由左邊入中間 也都不是很就腳 而最有威脅 就是阿薩斯奧 在左邊 就是硬來全中 明賣明賣 找這個賓司馬 左腳打左邊 右腳打右邊 都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打反擊的時候 就比較就腳去接應超級連結人的傳送 以及射門 就不需要逆足拿大位 省一點時間 但是我都說過 這個上半場大家都沒有睡醒 比賽節奏很緩慢 那王馬根本沒有什麼 怎樣的機會打快攻 或者反擊 那就利用不到正腳位打快攻 或者反擊的這個好處 總之上半場就沉悶 那王馬的進攻板虎也都單調 不以包的反擊也都不算強 零比零 那即使王馬的後防線 有時候是有些脫漏 但是不以包很多東西都是越位 那就是說 就是未集中的這個表象 這個還未睡醒 那下半場 那下半場好一點的 節奏快一點的 魯迪高跑得快一點的 不過都沒有一個好的主角去交球給他 所以魯迪高插入都不太流暢 王馬最終是靠一個12馬 拿3分 那其實看電視機那裡 看得到馬瑟路都真的跟對手有接觸 被人踩到一下 那至於說到王馬贏波是有沒有說服力呢 斯丹就被人問 是不是靠這個12馬贏波那麼大把呢 那其實你反而要看什麼呢 要看這個12馬過程當中 是靠個人能力這樣硬撥回來 還是靠一個組織的破密集 入禁區撥回來 如果你是單靠個人能力硬撥回來的話 其實當然是沒有什麼說服力 但是如果你能夠靠一個整體的組織呢 那那個說服力是會強一點的 而答案就是 今天的王馬是靠組織 令到馬瑟路衝入禁區 破了密集波12馬 所以其實是有些說服力的 對比以前王馬天賢老鼠拉龜的4312 今天其實就進步了不少 進步的位置就真的是進攻點拉邊 講上半場的時候 雖然我都講過就是沒有主角進攻點拉邊 都是少了一個六頁插入的板斧 因為沒有主角交給他們 不過如果左右後衛可以underlap的話 那都還有一招叫做左右兩邊進攻點拉邊 送直線給這個左右後衛半邊underlap 就是這個阿森斯奧拉到最左邊交給這個馬瑟路 underlap後衛插入去破過密集 所以就算斯丹今天可能真的把這個是 阿森斯奧和魯迪高調轉來擺也好 但是這樣來看 拉到邊交一個直線去Half Space 都比以往的天然老鼠拉龜的4312 以為進步了 進步的位置當然就是進攻點拉邊拉開Half Space 起碼有一個破密集的路線 就不要像以前4312那樣 自己進攻點站在前面背了龍門 堵塞了中間的位置 破不了密集 始終都是反映了 就是球季重開之後 進攻點的復出 多了進攻點的選擇給斯丹去運用 就少了很多4312的出場機會 這一個就是球季暫停重開 的確是黃馬獲金界西甲冠軍的其中一個要素 最後來講 我想大家留意今天黃馬駁到12碼的組織 再對比上上半場類似的組織 其實大家會發現 同樣都是阿森斯奧拉左手邊 被Marcelo underlag 不過上半場那一刻失敗了 下半場成功駁到12碼的分別在哪裡呢 有可能因為下半場阿森斯奧和Marcelo熟悉了 大家就知道怎樣做了 合作得好些 不過這個影響力不算大 這個因素影響力不算大 最大影響力的因素 其實是阿森斯奧拉左邊的位置 上半場阿森斯奧拉左邊位置 是在K角位後邊 下半場阿森斯奧的位置 是比較貼近底線的拉左邊位置 深水清的朋友們 應該就會知道分別在哪裡 就是因為阿森斯奧左腳打左邊 所以如果他在K角位後邊交直線的話 人家就會懂得封住阿森斯奧的左腳位 之外人家會封住阿森斯奧 用左腳送直線下去底線交給HalfSpace的那條路線 他們會出腳封的 所以阿森斯奧唯有交球 交得沒那麼貼近禁區 交出少少少 交球勾少少 才能越過對方的腳 那就沒那麼容易成功了 上半場那一刻就是這樣 阿森斯奧要避開對方的腳 去左腳位那裡 所以他要交更加大力 以及沒那麼貼近禁區的位置 結果那個球更加快 落到底線 馬西奧追不到 相反 下半場那次成功 就是因為阿森斯奧的拉邊位 就不是K角位後邊 而是很貼近底線的拉邊位 結果阿森斯奧拿球的時候 他就可以變回交一個橫傳 甚至是向後傳 去給這個馬西奧underlap插進去 那你就會發現對方 看著阿森斯奧的左腳位 結果路上就是阿森斯奧向橫交 或者向後交的路線 結果有路線 就能夠讓馬西奧插進去 拼12馬去破密閘 所以下半場那一刻 成功就是在於阿森斯奧的拉邊位置不同了 如果你還聽不明白 等我出這個微觀星 或者同步用完畫面 去跟大家解釋 總之整件事就是反映了 你越貼近底線 去交underlap就越好 所以交underlap的人 如果是左右後衛的話 就通常都沒有那麼好 因為左右後衛都比較少 可以去到很貼近底線的 進攻點位置 拉邊的 他要顧一下後面的 要顧就是後場插波 甚至要顧著回防 那片尾彩蛋那裡 我們聊一下 就是歐洲球壇開始 都在運用HalfSpace的這個趨勢 這裡希望這麼多人可以 對Kick廣告 按廣告 彈小廣告的視窗出來 播出有聲廣告片 並且訂閱 這樣才可以幫到小弟有關的 多謝 先 記得訂閱 按鈴鐺 按鈴鐺 這個就是不要裝檔廣告 程式 播出有聲廣告片 不要Mew條 Youtube這裡 就有專屬會員的制度 可以參與專屬直播 Patreon這裡 有不同會員制 包括專屬直播 片未彩蛋 未觀星話同步 記得任君選擇 和學生優惠 月頭加入Patreon 愈著數 記得啦 那我們遲些再見 拜拜